嗨 各位同學大家好 不知道各位同學有沒有這個經驗 我自己是經歷很多次 以前逢年過節的時候 就是會跟親戚 難免會聚在一起 然後親戚都總是會問 你念什麼啊 那時候我就回 喔 歲月系 然後就說 蛤 歲月系在幹嘛 然後我就開始要講的時候 他就有強話 他就直接講說 不是都在算 你有那麼喜歡算嗎 那我當下我就覺得很無言 然後接下來他就問說 那你畢業的話幹嘛 我也還沒回答 他說 喔 當老師 除了當老師還能幹嘛 然後不然就問你說 啊 當老師可以賺多少錢 那 我覺得問這些問題的人 真的還蠻 愚蠢的 我覺得 就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從何跟他解釋 然後到你出社會的時候 然後到你出社會的時候 像老師是自己創業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問說 喔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哇 又來了 一樣 你請多少員工 你一個月發多少薪水 你規模多大 那 那我 我會覺得就是 難道你對我關心就只有這些嗎 我只有這些東西 引得起你的興趣嗎 你是真的想關心我嗎 我就會滿肚子都是這些疑問這樣子 所以如果 我要給各位同學建議的話 如果同學你有類似的情形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直接就是 回他了 你就可以直接回說 難道你就只在意我這些事情嗎 你只關心我這些事情嗎 稍微去打斷他一下 讓他知道 他問的問題 或是 他問的方向有多麼的 無聊無趣 因為我們每個人 有每個人想要走的方向 對不對 那我們也不是 天生下來就是 為了去跟人家比較 而去做事情的嘛 這個 這樣做事情的目的就會失去了 對不對 甚至有些親戚就是 更誇張一點 他可能是炫耀性的 他可能就說 我的誰誰誰啊 超優秀的這樣子 又是班長 又是第一名 又是模範生 那老師是覺得 人生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 並不是你是這個階段的班長 這個階段的第一名 這個階段的模範生 你以後就永遠都是 班長第一名模範生 可是很無奈 你常常就是會遇到這樣的人 他就是很愛跟你比較 然後很愛分個高下這樣子 我覺得不能尊重就是每一個人 他是一個重要的個體嘛 去傾聽他的聲音嘛 去了解說他真的在想什麼 那我可以怎麼樣幫助他 像我自己如果我在上課之前 我一定會花時間去跟學生相處 我一定會進去教室裡面 像我們上課可能一到五 平常上課都在六點半左右 我都會大概在五點半的時候 我就會進去教室 因為學生大概五點半左右 可能陸續就會到 他們就會在裡面吃飯啊 那是他們的休閒時間嘛 我就會去陪他們聊天 去聽一下他們最近在忙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 或是他們的想法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因為等一下上課換我要講啊 那我如果前面我不聽他們講 他後面他怎麼會聽我講 人是互相的嘛 對不對 就像梅里史翠普他在那個 金球獎頒獎典禮上 他就有講一段話 他就講說 無禮引來無禮 謾罵引來謾罵 責備引來責備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說 你怎麼樣對人家 人家就怎麼樣對你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 如果我長輩在看這一部影片的話 我也希望就是 你應該可以轉化一個方向 去陪陪你的晚輩聊聊天 多鼓勵他一下 去跟他講講話 我覺得這樣 會變成一個很正向的一個關係啊 大家也會樂於跟你聊天 大家也會跟你樂於分享 你講話人家也樂於聽進去 而不是現在有一些 例如說 老人家的群組啊 裡面都是在講一些就是 老人文 然後 長輩文 我也有加入那一些群組啊 我就常常在告誡我自己就是 我老了也會有一點不要變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常常就是 會去跟學生討教 例如說你IG怎麼弄啊 因為我想要去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我不想讓我自己老去 嗯 這就是我的想法 那我覺得我這樣可以更貼近他們 對 就這樣子 然後 我也希望各位同學就是 就是 當人家在問你這些事情的時候 或是你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要害怕 相信你自己 就像我後面這個海報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這個海報 酷吧 齊天大勝欸 對不對 那這個海報啊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不知道同學有沒有觀察出來 這個海報是老師去那個 台中啊 那個 成品綠原道 那邊不是有一些就是 畫家在那邊擺攤 他畫的 然後我很喜歡 我就把它買回來這樣子 然後 再加上我最近又看的那個 彭于彥的那個悟空傳 他裡面有講一句話 我覺得講得非常好 也真的把這個無懼這兩個字 真的是 表現得淋漓盡致 他裡面就有一句話 一直重複 他就講說 從現在開始以後 一萬年 你們都會記得這個名字 我叫做孫悟空 他就這樣講 然後我就覺得 哇超帥的耶 彭于彥超帥的耶 真的 那是因為他不是彭于彥 所以講起來會特別帥 各位同學 不要亂模仿 知道嗎 好 那就這樣啦 希望各位同學 像齊仙大勝一樣無懼 勇於挑戰 知道嗎 然後相信你自己 OK 拜拜